啊天哪 没想到的是 就有点像班盘局吗 早知道我不压这边了 我压错边了 之前为大家直播了两场比赛 分别是第一轮 然后上一轮应该是十六进八了 那么现在我们是八强的比赛 这场是由皮皮对我是死妹控 皮皮是Casper俱乐部的一名选手 我是死妹控 通常来说我们一般称之为野怪 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只没有俱乐部的 也是没有战队的这种成员 那么作为野怪 打到现在还是很不容易 我们看下他们双方的表现 然后这轮上ID也非常有意思 这个叫我是死妹控 我觉得通常来说 正常人类应该是喜欢活人的多 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喜欢死的 但没关系 我其实也很喜欢小动物 然后很多时候也是喜欢 做熟了的这种小动物 也觉得挺好 什么烤鸭什么类的 所以各有所好 我们看这边的阵型 斯马朗放主 然后两边是黄中王鸡 冷色是一个稳中有宫 宫中有宫 手中有空 这么一个阵型 说的东西没说 然后另一边是寒当貂蝉 暖色方的起手的输出还是非常凶残 这边是因为旧手是黄中 所以选择瞬间黄中 但是实际上真正主要的输出火力 还是会集中在王鸡这个点 那这边是顺倒了一张杀 不老和之前 这边攻起解凡 直接把大招拳交掉 那么所有的火力都要打出去 都要打出去 九杀王鸡 看能不能打中 如果中的话就要崩 中了 王鸡现在手里只有一个桃 王鸡现在手里只有一个桃 那貂蝉这边是九杀还是普通杀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离间 所以王鸡现在手里的牌 肯定是不够活的 需要斯马朗和黄中的支援 如果不能的话 王鸡这边直接倒 这就是什么 再说一遍 叫冷边有闪 赢一半 这个王鸡再见了 这个王鸡再见了 看二打三的情况下 怎么去支撑住 怎么去支撑住 这边离间的话 因为是有一个杀 所以本来能扛一下 但是南蛮入心里不交不行 南蛮选的交杀 没办法 道战为何 直接离间自己人 就是很有信心 说你要还手 我们也还手 对吧 你要是有别的想法 我们也有别的想法 然后这妈什么挂在这 你猜我端不端杀 王鸡直接收掉 那冷色方这边只剩下一条腿 所谓双拳男第四手 好狗架不住群狼 对于黄中来说 现在有两套选择 第一套叫打貂蝉 或者寒当 当然如果打的话 肯定打貂蝉了 第二套选择就是打中瑶 原则上说 我觉得打中瑶 好像更合理一些 黄中这个牌 其实质量还不错 尤其是一杀 打两血之后 能够一张乐乐上 虽然是黑套杀 但是损失也不是很大 乐不思蜀 看有没有无蟹可鸡 中瑶自己有无蟹 中瑶自己交了无蟹的话 大概率能吃个 吃张牌 然后缓一口气 缓一口气 这边直接吃了真桃 那就是没有活墨牌 那就是没有活墨牌 我们看这边是不是让 黄中接着再补一刀 黄中如果再补一刀的话 一直没有火杀了 或者就掉了 不是黑桃的杀 这边直接 还是用黑桃杀杀吗 是因为想留一个属性杀 说待会有机会的话 去打链链杀 或者之类的行为吗 这边韩当是装藤甲 然后白过一张牌之后 再发动弓旗 下掉司马朗的加银马 还是手牌 估计手牌撞 现在可能要直接 直接叫杀司马朗 但是韩当这边断杀了 看刀上这边 应该是杀和离剑 都奔司马朗去 又一发南门入侵 这是第二发南门 而且这发南门还是黑桃南门 所以中瑶可以再摸一张 中瑶可以再摸一张 司马朗选择出杀 黄中掉血 韩当掉血 韩当刚才比较明确表示自己没有杀 然后中瑶这边出杀 但是现在比较人揪心的事情 是中瑶可能还是缺少离剑 缺少活墨牌 中瑶可能还是缺少活墨牌 一张勒布斯主 反勒 司马朗 中掉 这个勒如果中了的话 到中瑶回合 中瑶可能就多一个喘息的机会 因为刚才 无论是黄中杀 中瑶还是叼成的南门 都让中瑶摸到了一些牌 这些牌如果是有活墨牌的话 是能够直接活下来的 这边是先把叔叔打出去 然后司马朗直接被击毙 直接被击毙 那好 那我们恭喜暖色方 就是皮皮 在第一局比较当中就齐开得胜 打的还是比较凶残 比较凶残 然后到来向往暖色方 是打出暖色方要打的这种气势 尤其是貂蝉这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 就貂蝉离剑 其实是这个局面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击杀王击 差的就是 貂蝉离剑的这一点伤害 对吧 如果没有离剑这点伤害的话 那王击其实死不了 因为有一个桃保护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判断出来说 貂蝉依然是现在 在可选的降池里面 在输出层面上 比较稳定的 有额外输出能力的物降 是比较稳定的 有额外输出能力的物降 好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双方交换下冷暖 现在是死没空同学是一个暖色 然后皮皮同学是冷色 皮皮的话 之前更多的是出现在我们4维4比赛的赛场 然后统帅的话 打的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当然因为很多选手都是什么都会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会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一样两样 能会34样东西都很正常 你像比如我的话 统帅也能打 4-4也能打 身份局也能打 国战也能打 2-2也能打 单挑也能打 对吧 你看就一只手数不过来了 所谓技不压身 对不对 这边死没空 手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手发架 这个应该是我们直播间开播以来 第一次见到有暖色手举兽 就上举兽见多了 对吧 但是手举兽这个动作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那手举兽的意思就是 我举兽必放前锋位 我举兽必放前锋位的意思就是 我干净拆完一边之后 举兽要你命 你不是暖色豹吗 你不是暖色凶吗 你不是暖色厉害吗 你看看我这举兽厉害不厉害 好吧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举兽的牌 然后有一张铁锁连环和一张纱 这两张都连起来 被拆了一张黑条纱不值钱 不值钱 这边应该是三张黑 然后再拿掉举兽一张牌 如果拿掉举兽一个台 二拿掉举兽铁锁 这举兽要是能爆发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就没谁了 手里面两张牌非常之惨 因为一张方片的桃基本上没用 基本上没用 直接拆公孙渊 拆掉一张关键桃 再拆公孙渊 拆掉一张不怎么关键的杀 还不错 还不错 红桃圈的过河拆桥先扔掉 然后铁锁连换 这个红桃圈的过河拆桥 需要先扔吗 铁锁直接换了 这个 你铁锁连一下王毅跟公孙渊 然后再杀王毅 你也是摸这牌呀 但你多赚了一个铁锁连的效果呀 怎么有点想不开呢 这局我觉得可能会 比较快的结束吧 这个局我觉得会比较快的结束啊 因为举兽还是比较需要包养的 不是说单纯的 你这么打能行的 这边注尔亮已经对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看见一个桃子 太好了 火工来一下 过拆把桃下掉 拆下一码 那就是剁一刀 数手千把桃拿走 然后剁一刀 鼓劲刀了解一下吗 九杀 举兽直接求桃 举兽直接求桃 这个首发的举兽 这个首发的举兽 什么都没干 这个手抓的举兽 什么都没干 任何技能都没有发动 任何技能都没有发动 这边王毅还是存留了一批 能够去进行防守反击的牌 因为这个弩加两张杀 加南蛮 还是有一个反击的可能性 但是呢 要慢慢的去控这个节奏 尤其是南蛮入侵 至少南蛮入侵把干凝收了 然后找个捷衣码 这两件事情要做到 否则的话 还是不太好办 还是不太好办 助我量方天化己 也杀一刀干凝 干凝掉血 干凝我其实觉得刚才 捉紧杀他的时候都应该掉血 因为干凝的话 还是追求说 血量稍微的往下多降一些才好 因为 就是咱们要偷偷的说 按照收编的节奏来打嘛 对吧 你不按照收编节奏打 还是不太合理 这边工作室吃潮 装备加一码 三张牌 两红烟印章 然后拿勒布斯鼠贴一下 王毅 哎呦 弩被打走了 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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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搞坏了 我们刚才算的如意算盘啊 如意如意什么什么 趁心如意这是失败了 对吧 这边可能要考虑留火公在手 因为干凝的手牌里有一张决斗 所以要 王毅要给干凝多一张杀 让干凝待会在决斗 公孙渊的时候 能够有更充足的这个火力储备 火力储备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 好好好 这个 你们这玩意儿还有 还有帮着帮着查资料的 好好好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啊 好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 实话实说 这个学长打的确实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但是呢 呃 能够站出来 是吧 能够在城市赛中站出来 说我要比划比划 而且走了走了一半的路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 还是挺好的 对 在旧阶长决斗要不要跟你拼了 哎 决斗出个紧吧 不可能吧 嗯 还行 这这就是我我个人觉得甘宁其实选择了一个比较错误的目标 但是呢 呃 因为 就是公司员交了无限 所以呢 这个目标对错就不那么关键啊 这边是还扔红牌吗 啊 这是要把解义码拿走 然后装解义码 然后直接兵网易啊 直接兵网易 但是我我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啊 我是觉得对于公司员来说 呃 还是你得考虑一下自己体验 体力上的一个压力 对吧 因为你你每发现这个技能 为了多拿一张牌 然后多掉一格血 不赚吧 貌似不赚吧 哎呦 这边不给 不递闪给甘宁吗 甘宁手牌是个冠石斧啊 这要是诸葛锦一刀 诸葛亮一刀 这甘宁死了可不行 你甘宁不能死在人家手里 甘宁得死在咱们自己手里边啊 这个 这个事情可可可 可稍微点什么一点啊 这个这个比赛是 8进4啊 8进4 进了就赢下这一局 赢下这场比赛的选手 会成为我们的四枪选手 进一步的向冠军去迈进啊 进一步向冠军去迈进 这个比赛 我觉得应该还是BO3啊 我觉得应该还是BO3 但如果万一突然通知我说 是BO5的比赛 也有可能 好吧 也有可能啊 所以我们先来说BO3来解说 然后如果万一是BO5的话呢 我们就对大家多解说两场 反正也没给大家多收钱 对吧 这边是双枪 王毅粘裂他呀 你还能让他顺你排不成 对不对 反了天了 你还敢顺我 打死你 王毅这边自己出闪 紧紧的捏着南蛮入侵 对面是不敢叫南蛮的 那么现在甘宁回合吗 王毅现在很纠结啊 对方如果真跟王毅拼命的话 王毅其实也是害怕 哎 来了一把弩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一张杀 杀相公孙渊 麒麟公下掉捡一马 现在甘宁和我都稍微的安全了一点点 一点点 这个南蛮入侵 原来就没想过收干宁 对于王毅来说 这张南蛮入侵 就是一张单纯的南蛮入侵 他就没想去收干宁 我一直以为 这张南蛮入侵是用来收干宁的 从始至终 自始至终 从头到尾 我都以为这张南蛮入侵 是用来收干宁的 原来他没有想去收干宁 他只是试试 那这边的话 闪还是留在自己手里 酒最好也留在自己手里 最好就别给了 对吧 这个节奏是不是就不给好一些 这个节奏不给好一些 然后公孙渊这边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有两个回合 公孙渊可以不发怀疑 就是 可以怀疑发一个 不用怀疑发俩 王毅这个牌 大哥咱留一扇子 是图什么许的 咱好歹留一口酒吧 咱好歹留留口酒啊 大哥 这不是活 哎呀我 哎呀我天哪 这个 这个怎么解说呀 朋友们 这 不是 这个你怎么留 最后留一口酒 是必须的吧 对吧 你王毅不能死 王毅死就崩了呀 这局你王毅肯定是不能 就酒肯定要留在王毅手里呀 他是惦记着甘宁这边 那也没递刀过去 他是惦记着甘宁这边 拆光了 然后 九轮 好吧 赶事实上这么打 应该是 哎呀这个牌 好吧 我们就当是2比0啊 不是 就是2比0 我们就当已经结束了 好吗 然后我们先 导播这边给我确认一下吧 我还是稍微等一下导播确认啊 然后 这局 哎呦 这 啊 然后结束了对吧 好好好 那我们就 结束这场比赛的直播啊 我们待会看的是叫什么 四强啊 准备开四强 那我们稍事休息 待会回来 拜拜